在雅加达的华人对这座华人古迹肯定不陌生 就在班芝兰唐人街附近,名为镇德拉纳亚会馆 这是古代华人玛尤关底留下来的古迹 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四周已经高楼大厦林立,将其包围 雅加达给人印象就是处处建有高楼大厦 其实在西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附近有一座华人古迹,名为镇德拉纳亚会馆 这座会馆被四周高楼大厦所包围 是古代华人玛尤关底留下来的古迹 整座会馆的建筑风格仿佛带我们回溯到19世纪 很幸运,今天达鲁玛尼卡拉大学纳宁教授 亲自引领我们了解这座古迹的点点滴滴 郑德拉纳亚会馆是当时巴达维亚最后一位华裔许金安玛妖故居 根据历史记载,许金安是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的华人玛妖 在当时许金安是印尼华人企业及银行家 在荷兰殖民时期,他被任命为华人扫孝 肩负维护华人利益的任务 纳宁教授透露这座占地2250平方米的郑德拉纳亚会馆 是唯一还保持原汁原味的华人玛妖官邸 1993年至1996年,纳妮教授及团队进行研究过程 发现整座建筑有倾斜迹象 经过与建筑规划部商讨后,决定运用铁板作为支撑 自此建筑柱子回到原来的90度位置 不再有一位问题发生 该会馆新建于1862年,除了是住宅也被成为办公室 可惜,纳妮教授集团队进行研究时 里面一些珍贵物品已经被解空,只剩下空屋 然而在墙壁上的一些装饰品及木头上的雕刻 显示屋主是个受人尊重又懂得艺术品味的人 其中引入注目的是一般具有华人风格的古老建筑 在大门前左右两侧会有一对史诗作证作为首屋的象征 正德拉纳亚会馆就有所不同 这对史诗反而被放在屋顶上的左右两侧 在会馆左右两侧有个框大的梁亭 这是按照原本建筑而重建 纳妮教授说,在会馆前方要建设大楼时 该梁亭被允许拆除,因为不是整座建筑的核心 之后梁亭又重建回来 目前梁亭已被运用作为咖啡厅以及餐饮区 另外在这座建筑右方最靠近角落的仿设 已转用为祷告室 里面有安放佛尊共信徒祈祷 非佛教徒可以尽情欣赏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美观 正德拉纳亚会馆历史悠久 在1990年被政府正式列为国家文化遗产 如今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 依旧成为已出可供有客参观连怀历史的景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